刘鹏院的英文教室长距破解篇第三期 现在九个YouTube频道 那我们看这个长距呢 59个字也不少 包括标点符号 他初初是金恩博士 美国那个很有名的 已经做古了 他活跃是大概1960年代 黑人 民权运动领袖 也是牧师 马丁路德 金或者叫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美国历史上一个演说 我有一个梦 就是争取黑人的权利 以前黑人不能投票 现在很难想象 更早以前美国 这个女人也不能投票 结果到1920年 那一段时间 女人才能投票 但黑人不能投票 到了196566 那个时候才能投票 所以现在很难想象 那你看这个句子 59个字 你可以自己先定格先看 你自己先看 定起来 也听不到我声音 你自己去看看 两分钟三分钟几分钟 看看能看不看得懂 如果你看不懂 头很痛 你再看我下面的讲解 我们先练一遍 你这个一看 头痛放弃 输了 看不懂 可是 那要不然就不学英文了 学英文 你说我学英文 我是不是一定碰到这种长句 真的会长碰 三四十个字很多 所以我们碰到这种 英文碰到各种困难 没关系 不要怕 不要怕 我这边很多单元 你觉得你发音不好 赶快看我的正确发音篇 你觉得你常常写错 这个文法错误 用字错误 还有一些习惯错误 看常见错误篇 你说这个有些字 我明明会 可是它出来以后 就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搞得我很累 你看一次多一篇 那这边是长句破解篇 但你如果水平不错 英文已经不错 你想学更好的 你就看经典演说篇 所以我们这边 很多例句 从经典演说篇里面 摘录出来 我们看怎么破解呢 那看过一二级人就知道 当然我们把这个黑色字 变成蓝色字 红色字就是关键 他用这些字 或者一些标点符号 他把句子变得很长 那绿色的字 是主要的动词 黑色的是子句 因为这个句子长的 它就分主句 子句 主句就像爸爸妈妈 这个子句就像儿子女儿 就叫子 那主要的 比较重要的是 主句的动词 它主要的意思 那什么叫子句呢 儿子妈女儿妈 它是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可有可无 但也不是说可有可无 它是附加说明 主要的意思是在 主句 还有主句的动词 动词是句子灵魂 这个意思 所以他用which 用for 用as 用that and 用这几个 which for as that and 用这五个东西 当然这个五个东西不一样 有的是这个 关系代名词 有的是这个for 它这个不是介习词 除了介习词以外 也可以当那个连接词 但就很麻烦 连接词里面呢 又分一个对的连接词 所以主句的 主要是对的连接词 那还有重属连接词呢 就是子句 重属连接词 那简单讲呢 那个主要的 可以接那个主句的连接词呢 就是and or but for yet 那接子句的那个 那个这个连接词呢 就是if whether when 什么时候呢 till after while 这些because sense 这些字 那关系代名词也常用 我们像which 关系代名词呢 像who which what that as 这些东西 它后面跟的都是子句 所以我们 这个英文文法 我们要主句 跟子句的观念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 哪些是 开头 它是主句 哪些开头的字 它后面是子句 那就是很简单讲法 通常and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了 就大致上来讲 and or but 这些可以当主句 当然它也可以连接子句了 可是呢 有些字它就一定是子句 because if weather 或者关系代名是 which what that 等等的 大概这个 我说这边讲的比较快了 你说一下听不懂 没关系 反正像视频呢 你可以定格吗 可以回放 多听几次 多听几次 就带你说 我不讲那么累 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反正就大概这个框框里面 它的这个配合 这些技巧 也 大同小异 大概在一个范围之内 当然武器还是很多 我们看看意思 The Marvelous 我们本来好像讲说 很棒了 了不起 但不一定 它有负面的意思 这边就是 让人很惊讶的一些 新发生的一些 暴动事件 Militan 本来是一个军事行动 也不一定 暴力事件 这个是金恩博士 因为那时候黑人被欺负 就是很多这个 让人很错 很惊讶的一些 暴动事件 或者镇压事件 白人欺负黑人 which 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 后面的动词 用黑色字 它是子句 反正 什么叫主句句字 只要有动词的 中间有个动词的 就是主句或子句 没有动词的 那叫片语 那我们的绿色字 就是主句 主要的意思 主要的句子 那黑色字的 这个动词 就是子句 它是补充说明 这样子应该听得懂 which 关系 什么叫关系代名词 就是代表前面的关系 就是这些 这些 这些镇压了 这些 这个欺负老百姓的 这些 这些武力的 一些 一些 发生的一些事情 in golf 就是牵涉到了 卷入 golf本来是海湾的意思 名词 但是英文字 常常加一个 ean就变动词 所以ean in golf 就是卷入了 就像卷入到海湾里面一样 卷入了 卷入到我们的黑暗的社区 卷入到 可是呢 他这个很讨厌 他这边可以加一个斗点 为什么呢 因为must 要跟到 militancy 所以这个比较讨厌 因为他只是说 这些镇压 欺负这些行为呢 就是 这发生在我们这个 黑暗社区 那黑暗社区 must not lead 他不是跟这边 他是跟militancy 这边只是一个指具 指具从witch 到community 结束 所以这边加一个斗点 会比较好 但是这些 发生的这些 欺负黑的事情 must not lead 这主要是动词 并不能够 并不应该 绝不能 引领到我们lead 是这个引领 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念led 他就不念lead 就签 无间器有那个签 金属那个签 那这边当然是 那签是名词 这边在must 后面倒是动词 不能引导我们 到什么情况 到一个 不信任 这也是动词 可这个也不算动词 因为他前面价格不定是two 所以真正动词 是lead 不能让我们引领到我们 造成了 让我们不去信任 所以白人 white people 白人 白人同胞 并不是每一个白人都坏了 只是有一些人 对我们有种族 其实欺负我们 可是很多白人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不能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这个for是 它也是连接词 它不是戒气词 for不是那个 因为那个 它的用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戒气词它只是 后面跟名词 当然这后面也是名词 但戒气词呢 它是连接词 那连接词呢 就是可以变成 另外一个独立的句子 应该说 另外一个独立的主句 不是子句 关系代名词后面 也是跟子句 所以我们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长篇 一定要有这种文法的观念 这个主句 子句 因为句子长 我们现在不玩那么多 因为呢 我们这许多 这个白人同胞 白人兄弟们 S evidence 这边是S 这个呢 S也可以是那个 它也是一个 重属的连接词 所以它后面动词是 子句 所以它用黑色 我们用黑色 就是经过证明呢 就是因为他们今天出现 President 他们出现 因为他这个 金恩在演讲 你看我们演讲 有很多白人兄弟也在 他是听我们的 这个斗点就对了 就是因为呢 很多白人兄弟 他们Count to realize 前面有一篇呢 他们没有一个斗点 然后你就接不上去 这篇就很清楚 金恩博士这个 写的比较清楚 就是很多白人兄弟呢 因为他前面是 对等连接词 所以他后面可以 接一个主句 你看 他前面有一个动词 Lead 一个句子 为什么可以两个动词 他用连接词 And or Bad For 或者Yet Yet 这些都是 对等连接词 那这些白人同胞们 兄弟们 他们认清楚 Realize 认清楚 那个又是 认清楚了 这个是 这叫 这个That 就不是关系代名词 That 有的时候是关系代名词 它如果前面是一个名词 或 人或事情的时候 它是关系代名词 可是这边That 它就变成一个 连接词 但是重属连接词 后面是子句 而不是主句 就是 他们体认到 他们的命运 跟我们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 It's tight 主要是 Tight 这个动词 它就是子句 我们用子句动词 用黑字 所以我们这边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因为慢慢大家看久就知道 这个一个长句 它的动词 我们还分清楚 它到底是主要动词 还是子句的次要动词 这有什么目的呢 就是 它意思主要是在讲 主 这个主句的动词 那个 子句的 子句跟子句动词 它只是一个补充说明 这个意思 你看多了 你慢慢会了解 他们认为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而且呢 他们的自由呢 is 因为它是that后面 我们这个还是 鼻动词 还是一个子句的 次要的动词 而且呢 是 inactricably 就是不可分割 和我们的这个 自由也绑在一起 所以命运也绑在一起 自由也绑在一起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 我们把这意思 大概讲一下 我们不再重复 也不再细讲 因为我们这个 主要目的 不是在讲它的意思 而是我们在介绍 一些技巧 怎么样让英文句子 可以写得很长 然后碰长句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 知道它用哪些工具 哪些技巧 把句子变成长 最主要是红字 它用which 用for 用as 用that 用and 用这五个东西 把句子变得很长 另外 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们要了解 主要的动词有两个 为什么一个句子 可以两个动词 因为它用一个连接词 for 这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介绍词 所以 所以英文常来 一个字有很多词性 像for 也可以是连接词 当然一般来讲是 那个介绍词比较多 用这些方法 把它带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学 所以我们每一集都学一些pickbook 那这是我现在 九个youtube频道 我们现在这个单元是 长句破解篇 所以我们就看到 所以以后你要句子写 要写长一点的话 你如果一个句子 因为你两个动词吗 三个动词吗 四个动词你当然可以写很长吗 那你就可以用连接词来连接 and or but for 或者我们前面几集有讲的 你也可以用了分号啊 用冒号啊 用破词号 把它变长 那长了以后呢 它自然就会有主句跟子句 那如果 对等连接词 and or but 它就连接 主句 那如果是关系代名词 它一定是子句 或者一种叫做 重属连接词 也是连接词 所以连接词分两种 但我们一次都不要讲太多 简单讲连 这个 接子句的重属连接词 叫that 所以that呢 that 它也可以是 重属连接词 也可以是关系代名词 或者用when 或者是if because 这些都是 重属连接词 它一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子句 这我们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 一次受不了 反正我们后面 每一集都会重复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大家看多了 你们就会知道 所以看到这边 你不要心灰意冷 就是 这是有一个机缘 因为一般的市面上 不管书啊 或者是那个视频啊 或者演讲 就 很少 很少有人就专门去针对 长的句子来做一个破解 教你怎么样 写长的句子 长的句子 你要怎么看 怎么去拆开来 用这种文法的观念 用一些技巧把它提出来比较爽 这集先讲到这里 就会不会再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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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